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了电报 声明 要是我被害失踪 都将是你们日本人干的 意图要嫁祸中国方面 轰动国际 你别吓唬我了 你的电台频率早就被我们控制了 你只给武汉共产党发了一份电报 其他什么都没有发 再说了 那是日本人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呀 只管杀了你 四姐 你等着那个叫陆亚的共产党 到了宪兵总署 什么 再来两个重庆来的人隔壁 我被那个共党发现了 他把我打晕了 是黄军线维队救的我 那个共产党和重庆来的人 现在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这三个人身份 把他们放了 这就是因为你良心太坏 犯的错误 你故意向黄军隐瞒他的身份 文武帝是为了向宪兵司一部正攻 还好有人向我们举报 我们宪兵司一部才知道 是被你欺骗了 还有 那个美国人 也被这三个人带走了 没有 雅德利在这里啊 你明明知道雅德利在这里 为什么不向宪兵司一部报告 司令官阁下 这位是驻武汉宪兵司令官内山阁下 是 他很生你的气 向我们问罪 你为了逞能 刻意向他们隐瞒 被关在宪兵司令部的重庆间谍 和武汉共产党的身份 如果你不能弥补你的过失 陆军空军都不会原谅你 你为了和黄军宪兵部队尊功 犯下了这样的错误 你得怎样向天王殿下谢罪 我愿以死谢罪 我们要让雅德利活着 你觉得怎么样了 我建议司令官阁下 还是让雅德利为我们服务 还可以把重庆的那些间谍 还有武汉的共产党 全都吸引过来 让内山阁下的宪兵司令部 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 好 走 雅德利先生 是 总员少将 四仓少将 既然遇上了 就请雅德利先生做客吧 是 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将会如何 也不知道 他们会把我带往哪里 而我唯一的武器 那颗手榴弹 还藏在我的包里 他们都跑了 雅德利也被带走了 只有那个女人还在叫她 我们进去 把那个女人找出来 不用管她 让她自己出来 然后跟着她 是 全日本人还在 你们假装进去搜 然后装着 什么也没有搜出来的样子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你说我啊 你才不追来看看 这到底是为什么啦 这医生都是医生 救人啊 谢谢 医生 你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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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余文拼命想发出声音 好让路亚发现自己 但余文不知道 路亚早就发现了她 但为了大局 他们只能忍痛 把她留在那里 医生 你看看这个病名 我想看看那 他在忏悔时 对 只要我们退盖那扇门了 他们就算找到人了 是啊 看见那几个日本特务没了 明摆在那里头去搜 我们眼看着 他在胡狼窝背虎视眈眈 这样把他扔下 这和见死不就有什么两样 我们的人还在教堂附近 现在就能把他救出来 他是你们的人 你们说救 我马上行动 路亚 说什么呢 什么你们你们呢 他和你任何关键都没有啊 行了别说了 国难当头 身为军人 我想我们都清楚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路亚 路亚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不想利用 郁文被日本人盯上这个机会 将计就计救出亚特利 郁文在提供给你们我的情报里 除了大时代无线电修理部 在武汉 还有没有其他我们的联络展 还有这间扎家路燕子窝水产鱼舍 街头暗号 有野鱼卖吗 他的任务完成得不错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日本人会故意让郁文知道 雅特利新的住址 利用郁文把这个情报送给我们 意图就是把我们大家都吸引过去 他们在那儿等着 所以 我们可以反射一个局 路亚还活着 这给了宇文无限的勇气 他心里只有一个年头 去找他 找他 现在有野鱼卖吗 有野鱼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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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文下次再来啊 现在有野鱼卖吗 现在有野鱼卖吗 现在还不是卖野鱼的季节 是胡逸文 是路亚的太太 我不管你们知道些什么 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他 请你们帮忙 你知道野鱼怎么吃吗 先吃尾再吃头 路先生早就不在武汉了 那一刻 余文的心碎了 他猜想路亚已经认定自己死了 任务结束了 他真的 再也见不到路亚了 我要的是野鱼 我不要这个 我不要帮养 走 哎呀 告诉你我这儿没有卖野鱼的吗 你到别处看看去 这条鱼多少钱 这条鱼 我要了 对不起 我先要的 我先看上了 我先要的 你让给我 抢什么抢 这么多鱼 随便挑 来 快挑啊 挑啊 我不买了 小夏姐 武汉什么鱼好吃啊 武汉的鱼都好吃 就是名气不下 你买野鱼 你买什么野鱼啊 武昌鱼 大貂子鱼 青莲王 都是野鱼 我都想买 你们都掉封口里了吗 还不走 那边都等急了 走啊 我说你这个女人 你怎么回事 她是跟你说了 这儿没有你要的野鱼吗 你还把我的鱼给掀饭了 你快走 快走 快走啊 身边突然冒出这么多 可疑的陌生人 余文警惕了起来 这就是四姐的计策 让她感到危险 逼她就范 你认错人了吧 还在生我的气呢 就他们几个把你吓成这样 没关系的 放心吧 走吧 跟我回家 走 进来吧 怎么了 怎么了 嗯 刚才我假装是你姐姐的时候 你不理我 我还害怕会露出马脚了 现在没事了 来 快坐吧 坐吧 嗯 坐吧 你不用再想了 你没有见过我 是路牙让我来照顾你的 路牙 嗯 她让我告诉你 她没有被淹死 而且从县兵司令部 把从重庆来的人也救出来的 她还知道 她还知道 你和雅德里没有被炸死 你是她的同志 对啊 我当然是她的同志了 我现在 能见路牙吗 当然能见到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然后我就带你去见她 来 先吃个苹果吧 来 先吃个苹果吧 来 先吃个苹果吧 来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要看看 还是没给您 对 如果我发现 那又是 对 我选择冬土 现在扶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她的同志 不会对我这么亲热 那是我疏忽了 不过没关系的 只要你在这儿 路牙 还有那几个重庆来的人 就会刺投罗网 我想 总有一天 你们会团聚的 你是谁 我是为日本人干事的 有了这个证件 走到哪儿 我都可以畅通无阻 你是日本特务 你斗不过我的 你要怎么样 很简单呀 把你留下来 然后 把路牙他们给引出来 不要动 至于那个雅德丽 也没有何必呢 她现在 正在跟日本人 一起宴会呢 而且 准备对外宣布 你们杀害她的事情 对外宣布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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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师姐 师姐 是姐 怎么了 怎么了 师姐 师姐 没事吧 没事 没想到夹子弹打人也这么疼 但是 但是我要给她的东西 她已经拿走了 上 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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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什么都没有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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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有 放开 放开 什么都没有 放开 余文想方设法把有关雅德利的情报送出去 但她并不知道那情报就是一个陷阱 ro 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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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过一会儿,他就能看见雅德里了 他背后的那些人,应该已经到这里了 两位司令官,我敬你们 来,干杯 我敬你们所有的人 来,干杯 干杯 干杯 跳得好 太棒了 好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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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德利先生 你现在可以展示住在四仓军的关顶 那里很安全 不过天黑之前 雅德利先生还得写一份声明 揭露重庆派来的人想要炸死 架后我们搭日本帝国 破坏日美的关系 我们希望雅德利先生与我们合作 破译我们接获了中国最高军事当局的密码情报 提供给我们准确的目标 比如说 炸死蒋介石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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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于此 彭队长就扮成秦敖 可奖 这位同志装扮成你 李维穿上我的衣服 到时候由他们吸引所有特务的注意力 趁机我们就劫走雅德里 救出呼吁文 不用介绍了 我知道 他扮成呼吁文 一个假的雅德里将代替我 吸引那些中国人来救我 只要他们出手劫走我 就会钻进日本人设下的圈套 真正的我 明天将在日本人的监视下 去见一大群国际记者 告诉他们 中国人要暗杀我 中国人要暗杀我 去观看 我们 Hassan 雅德里 仍然 散 晤 不 习近 是从今来的那个人 没错 可是还有几个人没出来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让他们下手的好机会 走 跟上去 陆阳 你怎么来了 不止我 秦鸥和李克江也来了 你们俩干什么 来救你 还要带走雅德丽 快走 雅德丽被他们带走了 那不是真的雅德丽 你应该知道雅德丽住几号房间吧 讨厌 第三 c 最后 你要带走雅德丽住几号 一会论 队 中镜 上 再口 在飞 原初 统集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姐 我看见路牙了 肯定是他 还有从县民司令部逃跑的那个 看来又要死人了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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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我 去看帐家 这儿哪儿 不见 好久不见 活着 雅的李先生 跟我们到重庆去抗日吧 不行 我是美国人 没有人能强迫我 他多顾着 这是卖身 卖给谁不行 说的就是 反正都是卖身 不过我有选择 就不卖给重庆 为什么 重庆给的钱太少 我知道 中国是被日本人欺负的 这场战争中 中国是正义的一方 我同情你们 也很希望去帮助你们 不过 我需要更多的钱 雅的李先生 很高兴 你能知道我们是正义的一方 我也希望你清楚 我们这个民族 不需要任何人同情 但是我们欢迎 任何愿意站在正义一方的人 跟我们一起战斗 你记住了 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至于钱的问题 到重庆以后我们可以商量 还有 今天我们既然来这儿了 就是一定要把你带到重庆去 你必须跟我们走 怎么必须 你们要逼我 你们要逼我 我 我就炸死自己 亚特利先生 拉那小儿炸了 凭什么 你们不能逼我 亚特利先生 我们代表四万万同胞 邀请你站在正义的一方 我就是 有权力 对四万万人的代表拒绝 你要和日本人合作 日本人拉屎你定痒痒 你要撕破脸和日本人干对不对 去炸那些 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 嗯 不是你什么干不行你非干这个 好人不当 偏当使喀朗 混个尿骚齿臭 我告诉你 你杨迪会后悔的 后悔当初 没有把你 你想刺到墙上 他娘都会苍蝇 老李 他毕竟是我们要请的客人 有这么请客人的吗 快走 我看见日本军官来了 他们打算把雅德利带走 黄玉文 你看 路牙活着 你们是什么人 雅德利先生已经同意和重庆合作 你怎么不开枪打死他 我们就是要等他醒了以后告诉日本人 你已经跟重庆方面合作了 你现在就是浑身是嘴 也说不清楚 雅德利 我刚才用你的发报机给重庆发了电 表达的是一定支持中国抗战的意思 好 我跟你们走出去 以后再说 由不得你了 你不走也不行了 可武汉市区 日军驻军 两千人 你们走得了吗 已经死了两个了 不到两千了 合枪实弹的日本人 在等着救雅德利的人钻进包围圈 将他们一网大尽 但日本人根本没有想到 陆牙他们将计就计 一架乱针 引开了日本人的注意力 救走了真正的雅德利 差不多了 开枪 为陆牙他们送行 不对啊 枪声根本就不对 师姐 雅德利小舅 掉头 快点掉头 让日本人回朱地 快点 死姐突然意识到 自己精心设下的圈套全落空了 而陆牙他们 是拿着自己的特别通行证 光明正大的走出了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这一回自己将难逃可怕的惩罚 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怎么了 你怎么又不走了 我再走 你走吗 你现在站着这儿 快啊 还磨蹭什么呢 怎么呢 你心里还是不痛快是不是 有什么用 我 要是不情愿 就算 你们把我 带到重庆 我也不会 尽力帮助你们 不是 你为什么不愿到重庆呢 我不认为 中国对日本这场战争 能 赢得胜利 我告诉你 中国抗战必胜 可我不信 中国 好于内战 不能团结 你错了雅大利先生 没错 我跟他是两党两派 我们也的确有仇恨有分歧 但你别忘了 我们是同根同族的兄弟 当有外族侵略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放下一切团结起来 一次两次甚至更多次 哪怕外来的侵略者 再强大 他们也注定是失败的一方 对 只要把小日本赶出中国 哪怕 我舍弃这条命 我也愿意 好啊 你要是能证明你的话 我答应 随着你们去重庆了 你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我不喜欢说大话的男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想现在让我死给你看 你才跟我们去是不是 是 大自然的选择结果是 动物不能闭上耳朵 可是能合上嘴巴 不遵守这个法则的生物 都会被淘汰 只说大话是不行的 做不到 就把嘴巴合上 我现在就让你把耳朵合上 把嘴闭上 好 好 大哥 停下 你满意了吧 你不会这么做 大哥 你是不是要我也证明他的话 好 我同意去重庆了 瞧 他有劲 摆开他嘴 摆开 别让他咬住舌头 摆开 过来 坚持住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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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路呀 我要去医子带 站住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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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 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你们来的时候 我听到了动静 就给日本人发了求救电 船离我们要多远 应该不远了 拉大头 快 快 走 小心点 路亚 走啊 撒手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想一个人留下来阻挡日本人 你错了 就想歇会儿 你走吧 走啊 你撒手 没撒手你就跑了 走 原 我让你走 你不走 你帮我 跟我一起去重庆 我就是要去重庆啊 起来 你真的要和我们一起回重庆吗 走 你不要骗我 你答应过我 你不要骗我 路亚 我知道我评骗过你 但你一定要相信你何江的话 我真的没有打死小谢 我真的没有 你真的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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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